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區選篇 我們接下來繼續看看區內有什麼特別的組織 我是主持梁思韻 隔壁我是何志光 我們截至錄影這一刻 入選2019年的區議會 還有兩個人未有確認書 一個是黃之鋒 一個是朱凱迪 之前何志光有說過很奇怪 今年真的很混亂 我們看資料看得很辛苦 因為不同區多了一些區 四百五十二個 另外又有不同的政治聯繫 其中我們很想說的一個是 剛才我和何志光討論 實政原廠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有田北辰 大家都知道他應該是建制派 但又很特別 有一些區 又看到實政原廠裏面有民建聯 和他一起打對台 為什麼會有藏區 建制派都有藏區 西環不在 我不知道 你覺得是怎樣的 因為他本身是這樣說的 實政原廠應該有七個現任區議員 爭取連任 另外有五個新的新丁 他們想選擇去打區 五個區 全部都是建制派的候選人 分佈在元朗 屯門都會有 所以大家想談談 為什麼選擇呢 最重要是我們的觀眾 大家都說 那我頓時選誰呢 我又直接說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當然我一向都對田北辰是極不友善的 為什麼呢 都是關於蒙面法 蒙面法有兩個建制派議員沒有簽署去贊成反蒙面法 一個就是自由黨的鍾國斌 另一個就是田北辰 自由黨也是類似這樣的分裂的狀態 自由黨裏面有四個立法會議員 只有一個人就不簽署 另外三個是正常的 邵家輝 易志明 張宇仁 他們簽署覺得蒙面法很正常 你蒙了面 隨時有那麼多暴亂就這樣來 因為他們可以逃避刑責 但是田北辰他不田 鍾國斌我一會兒看看有沒有機會說 因為有個區比較特別 一會兒看看有沒有機會說 但是講回田北辰的問題 田北辰他自己的一個是七個區議員裏面的其中一個 正是他不肯簽署面法 經常都說 我記得10月1日之前 田北辰公開講迫林象盡快搞定 他怎樣迫林象搞定呢 就是要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明不明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認為警方的行為真的不當 其實我覺得警方真的很退讓 我個人去看 在全世界的標準下 香港有四個月暴亂 才拘捕了二千多人 英國一個星期拘捕了二千八人 基本上他們這些民主社會對這些暴亂 全部都是鐵碗式去處理的 例如智利一樣 他又是加地鐵錢他們又有暴亂 他們那個暴亂就是很快就這樣的狀態 香港基本上就是很溫柔 暴亂也很溫柔 不是 他們的鎮壓裡面很害怕弄傷暴徒 其實那個開槍的那個警察哥哥 是因為那個暴徒大力打他手 那個十八歲的少年就中槍 是因為他大力打警察的手 警察也不想打他 如果在一個這樣圍剿的情況 其實在外國就應該開了很多槍 或者是遍地私鞋 香港的確是很隱讓的 但現在就是建制的那些反對派 在那裏替暴徒去坐威 在那裏說警察 執法很粗暴很野蠻 這些完全是欲加之罪 我認為是 但田北辰說一些語氣 我發覺就是 要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語氣 他和那些反對派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是我 對不起 我的頻道叫開 是有仇必記的 你這件事 你不幫警察 你站在對家那裏 一無同聲同氣 我就當你是對家 我不會當你是建制 我對於田北辰這個人 我是這樣看 是 另外那六位 譬如說 他有7個人 有6個 是現任區議員 那6個我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他們的政治立場 對於無面法是怎樣 可能你是剛好 那區的選民 你就直接問他 你怎樣看無面法 要公開講 不是私底下說 我支持無面法 可能他對不同選民 那個泛民選民 說我不支持 對你說我支持 要他公開講 那你就試驗一下 看看他 是不是真的建制 或者問問他 你對於一些示威者掘磚 擦爛一些欄杆 你有沒有看法 怎樣看 另外那6個 我看到也沒有任何 建制沒有派人去挑戰他 例如舉例 我也看到某一些現任區議員 上一屆是建制 但是可能他掛了獨立頭 那這一屆其實就 有民建聯坐過去挑去的位置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脫離了建制陣營 那不管了 某一個區 我看看 讀書讀書讀到這樣 另外這6個議員是沒有被建制放棄的 所以我也不想挑戰他們 我反而想提出 現在坊間有一個論述 有些人也是鬼來的 他以前是民建聯 或者是某一個建制團體 他現在就脫離了黨派 變成獨立 其實他也是民建聯 但我可能想 大家有時候 好像拍拖 我不跟你們拍拖 就跟你們拍拖 要不就單身 只要我都是建制 那又有什麼問題 那些人不停地打他 就說他仍然是民建聯 他也是鬼 其實我想不到 那些人 即是在泛民的角度 那些人 是的 民建聯有些事情 可能他不滿意他 或者在一些投票機制上 他不滿意的 沒有所謂 大家就分手 他仍然是建制 那我不明白泛民有什麼 好打人 他很清楚告訴你 我已經沒有政治聯繫 我簡單來說 就是黃絲他們的世界 他們自己很喜歡 屈某些他們自己人是鬼 譬如說民主黨 就說黃毓民的本土體系 全部是收貫產黨錢的 然後黃毓民那時候的本土體系 就說民主黨全部都收貫產黨錢 那這些就算了 他們那些互相屈對方 為了爭資源 不就是屈對方收貫產黨錢 我不管了 總之 每一個區議會的議席 我相信建制只會派一個人 是因為想集中力量 沒有理由說 我放這麼多個建制在裡面做什麼 是不是自己戒自己票 不會的 但問題就是說 我講回實政元卓 實政元卓那五個新議員 就是五個新的參選人 譬如說我數了K03的荃灣藍 我們剛才數了很久都搞不清楚 馬亭熙 他同區有一個民建聯的候選人叫陳傑 接著就加一個公民黨 那你這樣怎樣呢 我在荃灣藍見到一個公民黨 一個實政元卓一個民建聯 會怎樣呢 我不明白 田北辰也是荃灣區的其中一個區議員 但他也是實政元卓 如果我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因為我跟你有少分別 我永遠都用一個平民百姓 我是司拉來的 一個司拉的角度 去看這些事 我們那個聯繫 就沒有想到這麼複雜 總之我把這樣的聯繫 那實政元卓那個 都應該是建制呢 我的建議就是 因為我這個是異仗 我比較想起 就是四年前的青年申請 四年前的青年申請 他就會有時候走去跟建制單對單對淚 有些區 但有些區 林美芬 有些區他就走了去打泛民 當然他有他的動機 因為你始終都說 都說2010年曾經 民主黨通過了政改 就是可能美國那邊方面 他們的主子就對民主黨不滿意 那會不會有一些仇口 他們養的代理人 現在去看青年申請一定是 美國那些體系 我直接說一下 因為青年申請是港獨的 尤惠晶 梁仲恆 梁仲恆都太清楚了 這個暴動裡面 他跟郭文貴有個通訊 郭文貴就說 你的美國護照 和你要多少錢 多少資源 我都給到你 在美國打電話給他 郭文貴 所以青年申請是 這個怪現象 他兩邊打 有時候站在一個位置 他就影響了泛民 戒了泛民票 又要對類建制 另一邊 他就會跟建制單對單對類 現在實政原卓 整個樣子好像青年申請 建制派的青年申請 我的角度 我就不當實政原卓 這五個區議會的新候選人 他不是現任的 他是一個挑戰者 我當他們全部不是建制派 實政原卓 其實沒有的 我覺得既然 大家協調裡面 通常都是建制會派一個 如果不是民建聯工聯會 無端端以外有個實政原卓出來 好像是建制 你當他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沒有的 因為田北辰他 始終有一個表現 告訴我 他不支持我們普遍建制支持的蒙面法 又或者他經常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 跟對家說話一樣 甚至乎之前的一些暴亂事件 他說他落區去看看年輕人是怎樣 他覺得林鄭應該要像他一樣 他不明白有時候林鄭落區 就更混亂 我想大家是用一種語言藝術的方式 另外我反而想說一下 有一個團體挺有趣的名字 叫做保障民生建設聯盟 即是叫保民聯 他們剛剛成立了 有四個人會出選 分別在大維、北角和夫、美夫藍和愛迪醉灣 他們說他不講政治 只是講政策 第一件事他已經是自己有衝突 政策本身是政治的一種 我想他意思是 我們一般小市民就說不要政治化了那些東西 不要社運化了 不要社運化了 政治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搞了社運 支持一些人又去暴亂 我想他想說自己是針對民生 但其實這麼巧 他進去那四個區 本身有的區議員 現任的區議員 都應該是建制 所以大家都會等同於 有個明確的心水 知道究竟誰是人、誰是鬼 要小心 因為很多人 我發覺現在社會都複雜了 就好像我們看所有事情 連現在投票都複雜了 不是那麼簡單 原來只有黑和白 黃和藍 去到這樣分 其實我又不是這樣看 就算四年前 區議會選舉都複雜 因為肥佬黎與泛民是很狡猾 即他們經常找一些 假裝不是泛民的組織過來 去挑戰建制 即那些建制 通常不會和你玩花巧 他不會弄個怪名出來 然後假裝自己不是反對派 或者不是建制 有些事情我都想出聲 為何建制的人要這麼老實 有時候我自己在想 你們又是太老實 你看人家有多少花巧玩 玩到我們小市民都一頭煙 你想像你所說 泛民也好 反對派什麼都好 他們玩這些手法 即是叫包裝 即是政治都需要包裝 包裝完的時候 總之你見得很好 就好像尤惠禎一樣 大家可能還記得 在立法會的時候 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即是和保安員有衝突的時候 他穿一條短裙 背心短裙去衝的時候 鏡頭的聚焦 大家看到他這樣衝突會弄傷他 或者其實有鏡頭拍到他 當時是小走光 他故意走光 我覺得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是故意的 我從一個女性的角度都會去看 我明知道那一天有機會有衝突 可能甚至乎要逃走 我怕人打我 你都會保護自己 穿一條褲子 我又不明白 為何他會穿一條短裙 但是這樣 不用不明白 我基本上都遇過他 他是故意的 當年他去選區議會的時候 你又搞錯了 他永遠都穿著一條白色的長裙 斯斯文文呢 在區議會的時候 他扮一個政治 又像建制又像泛民 沒錯 令到你蒙糊化 所以我就說 別人就是很厲害了 可以用這麼多不同的手法 令到大家根本分辨不到 這些人 另外想再說多一點 剛才你有說過 民主黨或者民協 在我們整個 由6月到現在的事件裏 大家可能都看很多影片 我很喜歡看一個影片 一些影片是怎樣 有些人 暴亂差不多 就拿著咪咪出來說 其中大家可能會聽過 一個女士出來說 他應該是一個社工 總之警察一動的時候 他就會罵 警察我們現在 大家都很和平 你不可以動手 你不可以使用暴力 他就會用這些社工 很溫柔的語氣去說 其中我又留意到一個 很有趣的 也是中西區的候選人 就是許智峯 你知道他最喜歡說什麼嗎 我留意了很久 我看了他幾條片 就是 你是不是指揮官 你是不是指揮官 他很喜歡問人 是不是指揮官 你不相信我 我開一條片給你看 現在就去片 你是不是指揮官 你叫經理來 你叫你的經理出來見我 他很喜歡拿著咪 去跟那些警察對話 看警察 說警察怎樣做得不對 濫捕 使用暴力 其中 其實有些警察 真的做得很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條片 你不要阻礙你了 我真的很欣賞你警察叔叔 你是立法會議員 你運用你的權力 你怎會回到立法會 你又不是律師 他還會這樣說警察 你見到他的表現 由6月至今事件 他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什麼角色呢 就是走出來做大台的角色 告訴別人 現在我許智峯在這裏 大家不用緊張 我現在來幫忙 幫大家爭取你應有的權益 我現在幫你爭取是否警察欺負你 我現在就來幫大家 那些示威者 你怎樣看呢 其實許智峯的動作 他是打算干擾警察去拘捕那些暴徒 那些暴徒和警察之間有一些衝突 那當然警察當然用一些武力 比如說催淚彈的東西驅散 那警察可以追捕的時候 許智峯每一次在暴徒弱勢的時候 他就會出來 就說要關心這件事 我要說清楚 立法會議員的職能 是不包括在這些暴亂的場面裏面去監察警方 你憑什麼監察呢 你有什麼專業的水平 他可以有什麼專業知識 會發覺警方做錯了呢 你有懂些什麼呢 你過去就是說因為你是立法會議員 你是在干擾警方的執法 當然我不知道 有時候告他們 阻差辦公未必告得入 我不知道律政廚裡面 會不會有一些鬼的物體 就是黃絲 會不會說這樣又不算 被捕過了 歐樂軒、譚文豪 他們這些就跟記者 他一拿著抗音器 然後擋住 警察要花時間跟他說話 然後整個記者包圍了警察 那些暴徒就走 閃了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可以說一句 許智峯這些行為 是他沒有先跟這些暴徒割席 至少是不是這樣 但原來他不割席 不代表什麼特別的東西 大家以為這樣很棒 他就可以搶到很多反對派的票 用反對派的票 然後有一個人就拿著麥克風 走出來 大家不用緊張 我現在有我在這裡 主持公道 就是搶光環 你生氣不生氣 就是拿了一些信用 人家的意事 所謂的意事 他在前面打山打死 他站出來好像是 這些是我的錢 就是他們暴徒界的人 我們叫暴徒 就不喜歡搶光環 大家不要以為他 是一個思思文文 可能平時就是探慣冷氣 做慣報紙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 在區議會上的一些表現 去片 他原來已經錄影了 是來拿主席文件 擅自偷主席文件 我們不要再猜 主席規程問題 你看到他又搶文件 又想搞亂區議會 他選立法會 大家看到很多 原來他之前在區議會 在中西區區議會 都搞到黏黏亂 我們都不要說 他以前在立法會 搶女優手機 你會看到他都幾混亂 他在議會的時候 因為許智峯這個人出現 我發覺民主黨有三大特徵 不過我怕太操作 但給一些心理準備 我講怎樣操作 第一 民主黨很暴力 因為許智峯真的推出政治上的對家 他又搶東西 或者他襲擊女優手機 我想這個很出名 又是暴力 又是叫雞 叫雞是真的 因為2011年 叫雞不是許智峯 不是許智峯 2011年民主黨 他的總幹事叫陳家偉 他走進去一流一鳳 那些鳳姐的地方 就說做訪談了一段時間 陳家偉現在就不是民主黨 我不管 總之民主黨就是牽涉這些事情 叫雞暴力大話 我叫他叫雞暴力大話黨 為什麼大話 你記不記得前年 林子健 真的是他黨友 Dance Key 是的 這個黨經常說大話 經常用暴力 甚至有嫖妓 其他的圖式醜聞還有很多 我就不夠時間說了 不要緊 但是你看到這個黨 真的是一團糟 你叫他把那些人放在議會上 他不是真的想做事 他在破壞 就算立法會都是這樣的 他經常拉布 破壞 吵 打架 就算歐樂軒 現在他很勇武 他之前是以民主黨出身的 現在可能就是因為他 他將自己比較自決化 他要代表周庭去選 18年 所以脫了黨 但是基本上 民主黨出身的人 就是這些性與暴力加說大話 就是很惡劣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人 還有面目去參選 以前的民主黨是好些的 近幾年那些 我都覺得他們是這樣的 但有時候我在想 在去年民主黨的黨慶 林鄭都私人捐了三萬元給他 我以為林鄭是有能力去修補各個黨派的一些關係 但是在這個修例風波事件的時候大家發現 原來其實大家從來一個政治的取態都是沒有中間的 這是一個博弈論 林鄭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 為什麼她一上台 要捐這三萬元給民主黨去民主黨黨慶 就是別人 視好 你視這個好做什麼 你是一個當政者 對方的底 難道你不理解嗎 他們和美國的關係 NED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怎樣捐錢給他們 我不是很確認 索羅斯那個開胖社會基金 通常搞顏色革命 這兩隻基金就去了 香港現在發生的 人都知道是民主黨 但我又不是很明白 這些組織 你為什麼要宣傳 例如黃碧雲 他有什麼事都會馬上出來 有關於性和女性 他又會出來譴責 出聲 就算是以前劉慧卿 但你剛才所提到的事件 我又沒有聽到他很公然地 就是以他一貫的方法去譴責他的黨友 意思是自己有就是要包庇 這是我所思考的事 如果是你做錯 應該自己有 我應該要罵你兩下 雙重標準 雙重標準 我覺得是普遍泛民的一些很嚴重的 會不會有整個美國體系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他是哪個體系 總之我只見到民主黨 公民黨都是雙重標準 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令到我覺得 嘩 怎麼算呢 整個香港人再 如果真的要落在他們手上 那就真是大件事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集回來 我們繼續看看我們18區區選 希望下一集 就會明確一點 究竟那450多個區 所有的候選人是誰 多謝大家 好 拜拜 謝謝